老實講我當年就很反對 不分區立委這種制度 因為不分區立委根本就是 國民黨跟民進黨為了夾殺 其他小黨的時候 惡意做出來一個東西 你這樣會讓其他的小黨 第三勢力幾乎永遠沒有生存空間 所以呢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制度 但不管怎麼樣這個制度已經形成了 那現在呢很簡單 不分區立委變成都是黨的投票機器 黨叫你投誰你就投誰 反正你不投我就把你換掉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非投不可 那地方區立委 雖然有他自己的壓力 那為什麼雲林的劉建國不敢投 為什麼屏東縣中嘉賓啊這些都敢投 理由很簡單啊 因為國民黨已經很久很久在 在那個屏東縣沒有贏過 又是一個擺著西瓜會贏的地方嗎 對 因為那邊隨便推 所以他們那邊擺會更怕 因為你如果不聽黨的 黨下次不提名你 上的還是民進黨的 只是不是你而已 只要提名誰就上 對所以呢對他們來講 他非遵照黨的意思不可 所以即使地方反對壓力很大 沒有用 因為在那個地方是民進黨說了算 就跟台南市 誰跟當年高雄市也不是一樣 陳其邁初選贏的時候 就以為自己一定是高雄市長 對不對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認為一定是你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當所有的 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立法委員 這些民意代表 全部都只能聽黨的話 不能有自己的意見的時候 那就完蛋 那我很好奇啊 當年太陽花的時候 那一些 絕青你們不是都說 國民黨那些你們不能只服從黨議 不接受民意 奇怪 現在民進黨 正在演給你看喔 他們說而立委 就是只遵從黨議不接受民意喔 奇怪你們太陽花這些人 都死光了 你們還是現在幾歲了 還是現在年紀已經大 不是學生 所以不用管這個事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們怎麼不會跳出來呢 那新一代的學生 為什麼不跳出來呢 這是現在正在上演 現在還在進行中喔 那為什麼你們都不出來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那當然我知道 你們這些人都是民進黨 養出來的側翼啦 那可是 現在台灣的政治 已經面臨這樣一個環境 怎麼辦 今天在立法院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投到第幾案 但看起來九個案子到最後 是全部都被民進黨過關 因為他人數就是這麼多嘛 在跑比較了不起 就是跑這一兩個 兩三個而已 那 黨是擋不住了 可是接下來我問的是 在野黨除了你提出8月28號 明年8月28號公投之外 其他還有你有什麼東西 你還有什麼能夠去反對拖延的戰術 還有沒有這種戰術 我覺得他趕快提出來 因為這個事情 大家都預知到你一定會敗 那請問一下你預知會敗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東西 然後怎麼樣在保護一般民眾的權益 我覺得這是在野黨第一個要想清楚的 第二個就是民進黨這次很順利的 那把這個萊豬通過了之後 核實就下一個目標了 是啊 大家都在講 那對他來講的話 他反正萊豬爭議這麼大 乒乓就過了 那核實我跟你講 其實核實才真正比較有科學標準 我講實在話 因為國際大部分的國家也都接受了 我講實在話 那如果我們萊豬都擋不住核實 更不要想擋住了 那請問一下在野黨的對策又是什麼 怎麼樣幫民眾守住這個權益 幫我們擋住這些東西 我覺得在野黨 昨天晚上其實已經讓我失望一次了 因為人家隨便叫你丟個計畫書 你就說了 那今天我真的希望在野黨要好好表現一下 第一個你要展現出 你真的為人民爭取到最後一秒鐘 那第二個今天就算輸了之後 接下來到1月1號開放之後 你要怎麼樣帶領民眾 持續的跟民進黨抗爭 災黨要擬好一個長期作戰的方略 如果沒有這樣的方略的話 那就任由民進黨允許以求 好我這邊先來插播一下 我來看到剛剛有一個Lily Zhang 或是Lily Zhang 他可能是來自加拿大的朋友 謝謝你的斗內 另外還有一個許曹祥 也是謝謝你的斗內 不過我剛才聽到賓哥在講說 他呼喚一些絕親 或是呼喚一些當初在批評 國民黨政府的這些民眾 或是說不管是團體也好 你怎麼現在不出來批評 這個問題其實包括了 馬前總統他也覺得很好奇喔 因為他今天特別講了說 奇怪喔 過去怎麼拿來批評他的話 怎麼現在拿來在蔡總統身上 感覺起來對應起來也很對啊 你看這個萊豬的狀況 8月28號黑箱作為藝人獨裁嘛 就站在總統府就宣布了 沒有任何的公廳會 沒有任何的事先跟在野黨協商 你就直接說明年要進萊豬了 第二個雙重標準推卸責任 就是說過去呢 你就是在反萊豬來扭 反萊克多巴胺的 那你現在進來了 然後又推給所謂的馬維拉喔 然後另外一個他也認為說 蔡總統錯估了國內外的情勢 因為呢蔡總統呢 不知道國外真的有100多國 160幾國 他們是不進口萊豬的 那在國內呢 有高達6、7成的民意 是不歡迎萊豬的但是卻還是要進 所以他認為說不要再以馬維拉 來轉移焦點混淆視聽推卸責任 不過呢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立法院總召 柯建民最近好像很喜歡跟馬前中的打水狗 他說我來進回馬英九還原歷史真相 民進黨沒有卓士金飛只有卓士金也是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國民黨以當年民進黨反萊牛的畫面 言論反擊蔡政府說民進黨是卓士金飛 這個是惡意的簡化抹黑 甚至他還講說 你看到蔡總統2009年啊 或是之前有一些片段說 我在講說站在台上反萊牛 沒有那個是反狂牛 所以是國民黨惡意栽贓 真的國民黨這麼可惡嗎 我們今天準備好了一段片段了 這是民進黨的田丘錦委員 在2012年當時他應該是不分區的委員吧 在立法院的殿堂 因為這個萊牛的事件 他做了一番的陳述 講得非常精闢哦 大家可以來聽聽看 民進黨以及所有的在野聯盟 我們都深深的相信 在食品安全管理坊上面的論述 在野聯盟的反對 是給執政黨談判的本錢 國會的反對 是給台灣政府去跟美國政府談判的本錢 今天 我們希望走歐盟模式 而歐盟也證明歐盟模式是可行的 但是在Codex通過安全容許之後呢 民進黨今天要求 為了我們國民健康 牛豬分離要入法 絕對不可以只有精神入法 精神入法就是精神分裂 所以今天民進黨的版本呢 是除了進口牛肉以外 全部要零減出 比日本還嚴格 日本是進口的所有的肉品都可以有瘦肉精 我們的版本是除了進口牛肉以外 不可以有瘦肉精 我相信這個也是未來美國的養豬協會要施壓台灣政府開放 有瘦肉精豬肉進來的時候 我們一個最好的談判的一個底線 今天國民黨如果沒有把牛豬分離這樣的條文入法 沒有把強制標示入法 沒有把排除內臟入法 那麼這個就是向國人宣告 國民黨馬政府準備投降 其實放這一段影片我心中有另外一個想法 現在是監察委員的前求警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子對他不好意思 因為如果照這個剛剛消息會 或是很多人家形容說正義已決啊 或是說這已經是一個集團統治的狀況下 我不知道前求警的監委的位置 在這段影片出來之後會不會 因為對黨徒征困擾而有了影響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們剛才聽到前求警委員 有講幾個部分喔 就是說堅持就只有美牛可以進口 另外呢牛豬一定要分離 而且一定要入法 如果只有精神分離的話 那就是精神分裂 然後來批評國民黨政府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 柯建民總召不是說 我們就是著視精視 那到底現在非的是誰 非的是田秋勤委員嗎 還是說要做切割了 我想說憲哥 其實因為大家現在都是網路的時代 而且都是早就是影片的時代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反講過也必留下影片嘛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太諷刺了 那柯建民委員還在講什麼 就是說沒有都是國民黨惡意栽贓啦 或是說指鹿為馬啊 可是剛才田秋勤委員其實講得很清楚 這對調過來 這好像是國民黨今天在反對民進黨政府 所講的說辭是一模一樣的啊 對在網路時代喔 反講過必留下證據喔 所以我聽完以後 我也覺得我差一點精神分裂 因為過去認為不可以的 現在通通可以 你們這些人到底是你精神分裂 我聽說我用的精神分裂呢 牛豬分離當初是說 因為豬就我們剛剛講過了 台灣人大部分70%都吃豬肉 所以一定牛肉可以進來 豬肉不能進來 那現在豬肉進來的 第二個一定要什麼 要強制標示 現在他們都不標示 但是他跟你說給你多一個選擇 你如果標示才是多一個選擇啊 你現在所有的美豬進來 不一定所有的美豬都有萊豬喔 美豬進來可能有我們的 我們的政口商比較有良心的 他進那個沒有萊豬的美豬喔 也可以吃啊 不是不能吃喔 因為美國萊豬只有22%嘛 那如果我是經銷商的話 我認為台灣人 有多一個選擇 我進那個沒有萊豬的也可以啊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真的要給台灣人 多一個選擇的話 那你應該要強制標示 有沒有萊豬 我們看美國的超級市場 我們看加拿大的超級市場 他們都標示得很清楚 有萊豬的豬肉就比較便宜 但是這樣才是真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多一個選擇 另外排除內臟 現在內臟都掉了 我現在最煩惱的是 你越不去標示 你越要打迷糊仗 你如果要看美國的民宿 不要不敢跟美國說一個 全世界162個國家 沒要進來來煮 但是我們就是要進 勇敢的台灣人什麼都不怕 每天都可以吃 吃下去都不會死 我們的五種旅婦都哪裡弄的 都沒關係 如果要死疫苗再打算 全破海桌 還是說時侯時燈 沒必要煮一口湯 不是這樣啦 健康不能開玩笑啦 我們說真的 你不能用你的健康開玩笑 不能用你兒子 你孫子的健康開玩笑啦 所以我現在覺得最嚴重的 什麼你知道嗎 萬一你怎麼無標示 害到我們台灣的地狼 因為這麼會吃疫苗 如果這些所謂的在製的食品 沒人敢吃 因為我不知道在裡面什麼 譬如說港丸 肉丸 素心湯 或是說這些什麼肉酥 再借品 我不敢吃 因為我看不見 豬婦說我現在就來地點 整個地點我就怕 如果現在含包裹 你現在說在朝廂裡面的冷凍 你跟我說你台灣在 我也怕怕 因為也是有很多不孝商人 不孝商人他如果穿菜 把你帶來你也是不知道 所以說這環是海西的地狼 所以我現在最替我們地狼煩惱就是 我們屏東也好 我們台南也好 或是說我們這個混亂也好 我們這裡地狼真的要割在等 另外我們這裡做生意的 也要割在等 因為這一定有一個陣痛期 那些陣痛期 不是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地匯你強制標示